歡迎大家收看自己做Fundman 我是陳靜樂 今晚開始這個新環節 請來豐盛資產管理的董事 黃國鷹先生Alex 跟大家說一下如何做Fundman 和講解一些投資概念 鷹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鷹sir說的強積金 很多香港人覺得有點害怕 甚至有些就說火都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近期推出一個懶人基金 你看股票投資是否真的沒甚麼運行 搞個分出來又做些甚麼 其實都是的 我最近有個新客人上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2011年 就好衰不衰聽人們說 慢慢沽樓 換股票 沽下沽下就沽正自己住那層 然後買了一些衰股 手上那層樓只剩下一層樓 那些樓就升到爆 衰股就輸到睡 然後本來是一個10億富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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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難怪香港樓價那麼貴 人們都不斷地扯著要 不過你說到一億 其實現在都未必屬於富豪 好像股票就真是有點尷尬 現在香港人買樓 有多少人打算來博發財 多數都是為了子女 又或者我簡單單單收租就算了 不要持現金 其實你懂得投資的話 選股票其實是吸引得多的 有幾級人才 十年來說 恆指都是升了兩成的 其實這是錯覺 你看過去20年 其實中國經濟增長得很厲害 除了08年金融海嘯那幾個月之內 其實每一段時間都會有一些股王的產生 首先我們說回01年 中國加入世貿 當時香港的工業股就升到爆 但是到了04年 世界就開始通脹 走出通縮 那些工業股就開始沒有人走 但是當時有些資源股 地產股就跑出來 譬如中國海外 新浪機 中石油 中海油 這個浪值到07年左右 07年金融海嘯沒得說 在一段時間內 基本上全部股票都沒有運行 但是如果你懂得想 賣紅正的大牛市 但是就算不是的話 你都可以當是 只有幾個月時間 那些股票倒閉而已 到了09年的時候 世界開始正常化了 美國放水 中國有泵水 四萬億 那段時間內 升得最厲害的 就是中國的周期股 尤其是上油工業 你看回譬如 好像九龍子業那樣 當時由八毫子的低位 一路競升上去15元 那這個浪大概2011年左右就完 因為當時 那些中國的公司 拼命去投放產能 所以令產能過剩的現象出現 那些人就覺得 盈利前景一般 但是他們覺得 中國人搭水了 所以就會去賭 所以澳門股 由2011年到2013年 就升得很厲害 那你 澳門股到2013年 見完頂之後 又輪到科網股 尤其是騰訊 就升到爆 所以說 每一段時間都有一段股 所以我經常都說 沒有生不逢時 只有技不如人 但慢著 匯豐之前都是股王 但現在的長線股東 不一樣有手 我們其實可以選擇什麼買好呢 其實別這麼心急 我們先搞好一些概念 我們要明白 投資和投機 其實有分別 打個比喻 其實投資就好像耕田一樣 其實最初都是 公司好像一粒種子一樣開始 慢慢的人在施肥 灌溉 越做越大 才可以收成 其實公司都是一樣的 適合耕種的公司 其實是會慢慢慢慢地增長下去 令到價值不斷提升 但是投機就好像打獵一樣 那些公司其實不懂得生長 是差不多一大 但是隨著市場的情緒的變化 有時便宜 有時貴 所以有得炒 但是萬一你不小心看漏了眼的話 其實你可能錯過了機會 你剛才所說的匯豐 其實就是適合打獵 不適合耕種的公司 因為匯豐的業務 已經沒得怎樣帶下去了 所以只可以炒 而不是應該用來拿 究竟甚麼是好的種子呢 在這裏賣下關子 今集時間暫時到這裏 由於我們是一個新的環節 很想聽多些家庭觀眾的聲音 大家對於我們的節目內容有甚麼意見 可以電郵給我們 或者想聽英sir說的甚麼題目 都可以告訴我們 今集時間暫時到這裏 明天同一時間會繼續有自己做訓練 拜拜